国务院总理李强26号在天津会见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 李强表示 中国始终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履行入市承诺 既发展了自己 也造福了世界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进展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规则制定的主渠道地位 中国将承担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相符的责任义务 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 伊维拉表示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世贸组织期待与中方构建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为推进世贸组织改革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做出新的贡献 陈敏尔 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 请不吝点赞 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